本套路由Shan亲情提供 Shan套路最难捉摸的男人 我相信比赛场上我肯定能够最好的去应对 各位挑战者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官方出品卡组学习节目 传奇手册 第四周的比赛中 选手们也是拿出了看家本领 大量新颖套路 看得人眼花缭乱 不过在本周的比赛中 敏锐的我察觉到 有一种套路让本周的选手十分针对 甚至达到了飞进必选的地步 嗯 这样的卡组 难道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教学卡组吗 正是 那本周我们就来讲讲 毒药骷髅召唤组合吧 先看一下卡组构成 这套卡组的核心当属 毒药和骷髅召唤 骷髅召唤承担着拆迁大队的重任 一般情况下 我们释放在敌方公主塔侧面 与战场边缘之间的位置 可以达到最好的使用效果 如果是面对对手有采集器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稍微靠后放置 同时破掉采集器 以及消耗公主塔血量 但是 骷髅召唤出的小骷髅 可是十分脆弱的 所以我们要配上毒药 这张卡可以处理小苍蝇和弓箭手 这类对小骷髅威胁较大的单位 同时毒药也能用来处理熔炉 采集器 这种打消耗战赚费的建筑 把对手扼杀在芒芽中 当然 我们的骷髅召唤可不能裸下 我们再带上 骑士 屠夫 和弓箭手 这三张牌用来清理敌方军队 在清理敌方进攻军队后 由于骑士和屠夫 这两兄弟的血量较厚 可以利用它们继续组织一波进攻 过桥时 可以让它们吸引公主塔的仇恨 再配合骷髅召唤 就能打出不俗的伤害了 最后 我们也会带上滚木 飓风 和加农炮来结场 尤其加农炮这种小费建筑 是拉扯野猪 皇家巨人 等单位的利器 而且它也能对地面单位 制造充足的伤害 剩下的滚木和飓风 都是具备拉扯 以及清场能力的法术神器 更多使用技巧 会在实战中降到 而在排序方面 骑士如果能拿到骑士 或者弓箭手用来探路的话 就会非常棒 开局了解对手排行 并进行防守反击 为使用毒药骷髅召唤 创造机会 然而这套牌组里的法术牌 高达四张 如果骑士这全部拿到的话 我觉得你该去买彩票了 我反正是还没遇到过 真遇到的话 就用滚木过牌吧 总结来讲 毒药骷髅召唤卡组 是一套打前中期的 防守反击卡组 第一波利用截场后的 剩余兵力 配合骷髅召唤 试探出对手的截场牌后 再次反攻时 就可以配合毒药消灭截场牌 以及消耗公主塔血量 快速拿到一罐 若拖到双倍胜水加石的话 我们就只能依靠 中间放置骑士 配合骷髅召唤抢血 再利用毒药 不断消耗塔血量即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毒药骷髅召唤的实战发挥 第一场中 我们的牌序略微卡手 所以沉底骑士 看看对方的套路 哦 看到我下骑士 就送猪筒大礼包 看我来一个飓风高引数 嘿嘿 被飓风拉过来的野猪 一锤子砸醒了国王塔 而我们的骑士 也是满状态蓄势待发 那对手接下来 可要吃我们一轮进攻啦 我们让骑士继续前行 对手肯定还没摸清我们的套路 所以终置了地狱塔 但我们的毒药骷髅召唤 已经下在他的公主塔旁 嗯 他还有个哥布林团伙结场 但也无法挽救 被打掉一半血量的公主塔 对方剩余的哥布林 再度发起进攻 看到对手 桥头下公主想抢血 我们也瞧头 前置骑士配合弓箭手结场 对方野猪虽猛 但也猛不过我们国王塔的炮火入宫 摸清了套路后 他的猪就别想进场了 当面对敌方野猪时 可以利用飓风放置在国王塔的脚上 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拉扯野猪 激活国王塔 当激活国王塔后 敌方野猪进攻时 飓风可以中间释放 和放置建筑单位类似 甚至像巨人或者石头人 这种巨型单位也可以拉倒国王塔 分摊公主塔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 当面对皇家巨人套路时 被破路后 当敌人终置皇家巨人后 可以依靠巨方拉扯皇家巨人 让两座防御塔分摊伤害 从而争取更多的进攻时间 第二场中我们遇到了难缠的狗球流 因为我方烈士 只好强攻他的公主塔 狗球联动很危险啊 先下个加农炮进行拉扯 再用屠夫去截场 感觉截场能力还是不足 赶紧补个弓箭手 终置在加农炮旁 一通乱箭解气球 而当天狗快爆炸的同时 我们也用巨方拉扯 爆出的小天狗 被屠夫快速清场 这样我们终于重新夺得了主动权 在经过了几轮消耗后 对手因为亏费 选择使用小苍蝇和墓碑 结场过牌 这可是屠夫最好的靶子 去吧旋转飞斧 配合骷髅召唤和毒药 虽然对手用铁苍蝇和骷髅海 结场 但也无济于事 我们过河终置骑士抢血 对手明显亏费太严重 导致场面失控 最终利用骑士配合弓箭手 赢得了比赛 当我方使用屠夫防守时 可以利用飓风将大量敌方单位聚集在一起 让屠夫一次性全部消灭 最后我们来看一场内战 比赛残局 双方各掉一塔 对手场面十分豪华 还是放个加农炮拉扯一下 为了防毒药 我们边缘沉底弓箭手结场 咦 不下毒墙下伟哥 这是想终置抢血 哼 想得美 我们立刻用飓风拉扯伟哥 冰下屠夫 块头再大 也怕飞腑 刷刷两下 完没截掉 哟 还后置个骷髅墓碑 想进行牵扯 那 我们就在公主塔的右侧下个毒药进行消耗 看到对手下骑士 拦截我们的屠夫 我也就放心了 狭路相逢 勇者胜 装置一波骑士 配骷髅召唤强弓 对手想利用电法拉我们的骑士 可是好像迷路了 那他只能用伟哥 勉强结场 不过公主塔的血量 早就到了我们的斩杀线 一发毒药配合滚木 再见了 那战时 弓箭手防守需要放置在公主塔后 能完美解决墓园 一旦敌人使用毒药 独我放弓箭手 马上在公主塔外侧前放置屠夫 这样能将敌人的消耗降低至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这套牌的斩杀线为336点 关键时刻用滚木和毒药进行斩杀 千万不要再使用骷髅召唤 或者其他单位进攻了 看完实战 那有的挑战者就要问 加农炮不怎么给力呀 又不能对空 拿什么换比较好啊 嗯 地狱塔总能对空了吧 换一下也是可以的 地狱塔面对石头人 大皮卡 这种单位防守能力更高 但同时费用消耗也高 而且在有飓风拉扯的情况下 地狱塔可能会显得有些多余 剩下的话 如果各位觉得弓箭手不好用的话 替换成小苍蝇也是可以的 小苍蝇虽然输出更高 但是内战时会被毒药针对 所以是否使用 就看各位挑战者们的喜好啦 那本期的传奇手册 也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